三个中产党 元朗事件有很多角度可以分析 我今次会谈一个 比较我和Kevin有密切关系 因为我和Kevin之前有很大的质疑 很多学生在参与这场运动 为什么没有大学校长有清晰的表态 其实之前科大校长已经出了一封信 其实我自己认为是很正常 不知为什么人们每个人都变赞 但今次这个就不得了 因为这个是领大的校长郑国汉 公然说他会走入元朗 虽然他没有说出什么 但我现在就告诉你 如果我是《大公文汇报》 我就一定写了 就是这个大学校长参与非法集结 或者是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 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的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学府 你竟然会和学生一起入园 也是一个很有震撼性的一个校长 但这个校长令建制派叠眼镜 叠眼镜参与非法集结 因为记不记得郑国汉他 其实我认识他的 因为当时我科大学读书的时候 他是经济系的细细主音 所以我记得很感慨 虽然我不是读经济系本科的时候 但我記得當年有幾個教授,都是科大開荒流的 鄭國漢是其中一個,他是主任,雷鼎明,還有煉悅僧 我今天想起二十多年前,九個年代初的時候 那些老師,今天割走極端,覺得很奇怪 鄭國漢去了元朗,當然反思一件事 我們經常說大學就是一個城市和國家的良心根源 因為全地域或者國家最進步的知識分子 最擅長的人,最開廢的人,都是集中在這些地方 然後你作為一個大學校長,你是這一群知識分子根源的icon 你在這麽重要或者規模這麽大的抗爭浪潮裡面 你的角色是什麽呢? 很多輿論,尤其是親泛民的輿論,經常會講起蔡元培有什麽 當年會保護學生,會自責的學生 這是其中一個... 蔡元培是反對學生參加五四運動的 而他對學生參加五四運動之後,覺得很痛心 因為那些學生... 他認為學生如果在參與學生運動成功之後 他們會無無尊長 這個後來發生,亦是一個事實 亦是無心向學,亦是一個事實 但是他的問題就是基於校長和人道的立場 所以他必須支持學生 所以蔡元培的人說,我覺得他真正偉大的地方就是 他儘管你有一百萬人不同於學生的立場 他都是最後要支持學生 因為他是校長與學生本身的人 來去做...跟基 蔡元培本身不贊成的 他是很反對學生走出來的 他有立場 但是只不過因為他支持學生 沒有理由學生拘捕了 我沒有理由不救學生 沒有理由不幫他 所以他當五四運動之後,他立即辭職 我想問一下,其實有幾個比較 當年蔡元培做校長 他做校長其實是做什麽的呢 當年... 但我不太理解 現在歐美的校長 現在歐美我比較了解 香港的我都有些認識 我們比較一下歐美和香港的角色 你問我最記得就是 彭定康那時他做什麽?做牛津校長 全世界都知道 彭定康做牛津校長是一個Figure Head 然後這個Figure Head 當然最主要的效果就是 為這個牛津去打造他的品牌 還有就是籌款 接著我們又對比香港的大學校長 我們身邊的人都會譴責 現在的大學校長有什麽立場 你竟然可以... 之前避了一段時間 接著就開了一個Open Forum 竟然就說 其實美國的選舉制度 都是不是很民主的 為什麽你們覺得香港是很民主的 接著我們都說 段崇智 即是我們中大會比較花名叫段王爺 你現在失了中 沒有人知道你怎樣 你出了一個聲明 沒有人知道你的立場是什麽 你就很關心學生 從來都沒有講過怎樣去關心 怎樣去幫助學生 接著各位 即是成大校長 或者教大校長 他們都有陸續表達一些聲明 你給我的感覺是什麽呢 就是越大的校長 即是越大間的大學校長 就是越立場模糊 或者是保守的 而越小間的校長 就會越勇於他出來表達 那會不會跟... 因為剛才我講過 你選擇也是 你叫他做那些Fake Ahead 是吧 我們跟朋友講 是一個吉祥物 就是Working Christmas Tree 是的 他不是實際做些什麽 不是說裡面的行政 行政的事情 就未必是由這個校長去決定 是的 他可以籌錢 可以做形象的事情 嘗試去濫權 去做實權的校長 其實都不是未試過 就是我們現在不夠怕講 例如我不怕講 Matthewson就是這樣 其實當年為什麼他離開港大 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我們圍內學術圈裡面 都傳了一件事 就是因為他想安插一些人馬 在這個管理委員會 但是都不是很成功 他覺得他不是真的 在做港大的校長 那時候他就離開了 是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 其實籌錢這件事 我都覺得很... 不是很肯定的 就是籌款的角度 因為我當年 認識大學的人這麼多年 其中有聽過一個傳聞 就是說 不要大家不要爭 就是有錢人就是這麼多個 我們都不要那麼進取去積極去... 就是不要惡性競爭 不要惡性競爭 分了餅就算了 是 最重要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有錢人這麼多貨的時候 愛國來說 很多他會找回自己的校友 試試幫他找校友 但香港很少校友這麼有錢 所以就比較 不是的 我又不太同意Kevin這個講法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校長呢 他是怎樣說呢 他很多最有錢的人 都是看校長頭的 就是你的校長是有什麼的態度 他沒有什麼反應 最直接的影響都說 說到明了 就是在佔中之後 因為沈祖耀和馬飛順 下去佔中現場 即使其實他是解救了政府 就是從客觀角度來看 但是就是在佔中之後 所有有錢人突然停止 不正確 就是故意停止了 港大和中大的捐款 雖然他們說 因為參與很多人都是港大中大學生 所以我們就要制裁香港的學生 但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校長的態度 都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還有很壞的一件事 我也要講很現實的一件事 喂 中大、港大、科大就有很多校友 但是那些校友是不捐錢的 結果就只能夠去拍照 那些有錢人的碼頭 去令到他那些大雅的捐款 是很有效的 這樣幫助我們家學校 不知為什麼 那些人對於外國大學的捐款 那些校友比較慷慨 中大、港大、科大 那些捐款比較沽渴很多 你都是靠香港的四大家族 都是捐回那幾家 但是那些很明顯 不是中大、三大校友 不是香港 所以會是挺悲哀 當然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我捐了款 我捐了很多 我捐了很多 我都不可以拿進來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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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他的兒子去香港 他有些朋友拿進來的 沒有好處 始終你不存在那個酬庸的制度 我就覺得 講回剛才我們帶出來的現象 就是說 哪一個在這件事件裏面 比較保守或者支持學生 如果從捐款的角度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鄭國漢的領大 會不會是怎樣 他不等錢花? 不是 在我的合場 我估計 我沒有他的實質的捐款筆架 但問題就是 反正都沒有人知道 我不如走前一點 令到一些人覺得 某一個人民精神方面 是比較前進的 我可以招待多些好的學生 可能更好 或者會不會這樣 大谷記家 就像大師所說 就是那些四大家族 輪流有人給一些 但小的那些 可能真的靠校友 是 可能有些 是 校友反而會這樣做的話 反而會支持一下 尤其是你領南大學 是那些文科學校 你明白文科很簡單 就是比較左翼 比較 我們說是liberal 你塑造這個形象 營造了那種認同凝聚感 可能就真的幫助到校友 去recruit那些捐款 但你中泰講的 是完全不同的 很簡單 就是中泰大型的捐款 就是一些地產商 就是一些大商 他們捐到億億聲 或者幾千萬計 你用這個角度去看 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校長的立場 不是面對公眾 而是面對一些比較保守 甚至一些權貴的勢力 就是這樣 這就說回剛才蔡延培的例子 我想當年他不用這些 是這樣說 當時北京大學好像是政治大學 全部政府給錢 其實北京大學後來被人神化了 當時如果你要去外國讀書 或者什麼 應該姓若韓比較好 就是北京大學是很政治化的 其實當時是被國民堂的 當時是左翼 又是被左翼採取到的 所以到最後是有一個籌用的 國民黨執政之後 就將那些學生全部都參加 那些學生全部都有報酬 最後補充一下 我想中大公大校友不是不捐錢 但是你比起大筆捐款 比率就會小 那個考慮就會變得更重要 但在整體來說 你都會完全感覺到 就是美國大學的校友捐款 就是會踴躍過香港 這就是客觀現實 好,到此為止 我們在看他 因為他會有選擇 前一個國民族 用心思維 用心思維